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来到动弹池搞事情的时候 发现前面有个同行 既然是同行 那小强也赶紧去帮他 这个营地人都在打小强的同行 都没人管小强 那小强只好给他们点颜色小小 让他们忽视小强的存在 打了一会儿发现差跃了不见了 估计是被这个营地人打倒送回家了 那小强也趁这个机会把他们都打倒 这个应该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没有小强也不希望同行倒下 只是想帮个忙而已 这个营地人有个人是小强的粉丝 看来咱们又匹配到老营地了 那小强也就先不打了 让他们被扶起来 那个人刚被扶起来 就对着小强一顿开枪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小强不客气了 先把他们营地人全部打倒 然后小强看了一眼聊天频道 这个营地有个小伙伴是叫小强说 不要出现粉丝名字了 原来小强的黑粉会攻击小强的粉丝 给小伙伴们造成了伤害 小强先在这里道个歉 给小伙伴们带来伤害是小强的不好 视频里难免会出现聊天名字 小强也没办法全部遮盖掉 希望小伙伴们能够理解小强 看完视频 小强又看了一下场景频道 发现他们被打倒以后又在口爱小强 让你了 现在有来这么多黑粉 小强也就是平常一样打架 也没有打挂机 至于其木作小萌新 小强先点开这个人的资料看一下 发现是个十二级庄园的 这不是跟你一个都有级的吗 是啊 小强这个区最高的也就十三庄 如果十二庄也叫萌新 那小强也算是一个萌新了 先别看资料啦 你又被打了 我让趁小强看资料 这会儿他们又在偷袭小强 让小强再把他们打倒一次 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跑来市中心救他们 小强小强掩柄底下救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人不打你要不要打他呢 小强已经收过教训了 怎么可能让他回满血再搞偷袭 小强不会再给他机会先把他打倒再说 打倒以后来多小强人是越来越多了 小强完全是扛不住这火力 看来你要留了 怎么会呢 小强哪有那么轻易被打倒 跳过围墙后小强就把状态恢复了 我很以为你要交代在这儿了 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了 后面追喜羊的人有点多 那小强也只能先坐朗车去个安全的地方 不满状态才能继续跟他们打 在高台上基本就有小强的自身点 他们爬上来了不是被喜羊打倒就是被喜羊打下去 他们都是一个一个上来的 如果同时爬上来你干什么办 小强的话也太灵验了 他们果然同时上来了好几个 那小强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完了你都紧急治疗了 别人还是满血 这回你应该聊了吧 小强也感觉撑不下去了 结果这人自己就掉下去了 嘿 这都让小强活下来了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我服了 慢慢不死必有后福 小强再去比了高台上忙活 爬着爬着 突然有人把小强打下来了 也不知来了多少人 小强先往四中心跑 我去 这四中心也太热闹了 全都是人 小强感觉自己跑不掉了 只好先脱甲 脱完甲以后小强就被打倒在地了 这个营地的人全部跑来围观小强 这人也太多了吧 之前还说是萌新营地呢 没办法 这么多大佬来抓小强 那咱们也只好认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见你 我是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